體驗著戴上3D頭盔 體驗被拉上很高的瀑布 接著掉入一個充滿小塑膠球的滑水道中 相當緊張刺激 多人遊戲 有像是兩個人坐在駕駛座上玩馬力歐賽車 或者坐在健身腳踏車上體驗操控滑翔翼飛行 也有模擬在山劍旁 體驗攀岩等好玩的遊戲 每個玩家都十分投入這些3D虛擬實境遊戲中 時不時做出各種手勢或發出尖叫聲 這裡就是號稱日本最大 有1060坪的虛擬實境樂園廣場 我們在這裏做了一種情緒的訊息 我們在這裏做了一種情緒 在這裏面上 友人一起在網路上 在那裡實際上 在一起完畢後 哇 崖上崩潰了 我們在這裏做了一種情緒 我們在空中飛行機飛行機飛行機 我們在這裏做了一種情緒 廣場另一邊有個人靜靜地站著 他在做什麼 準備好 甩乾 原來是釣魚遊戲 這裡不只讓玩家樂在其中 路過遊客也都能透過螢幕上的玩家視角 一同參與其中 這個位在東京新樹區的遊戲樂園 是由日本遊戲業者萬代南夢宮娛樂 與台灣HTC合作推出 除了入場票的800日幣 VR體感遊戲一款要價1200日幣 四款VR遊戲的一日券套票要價4400日幣 體驗最新科技 門票似乎也不便宜